看一下第二节 关于远期外汇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的话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又称为期会交易 是指外汇交易成交时 双方先约定交易的细节 这个细节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是价格 数量 时间 地点 还有交割方式 到未来约定的日期 再进行交割的外汇交易 先把有关的事项给定下来 给确定下来 给签合同 然后就首先不行交割 未来就行交割 远期外汇交易的期限较长 一般为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或六个月 也可以长达12个月 但是通常常见的远期外汇交易 是三个月 有意思时间越长的话 远期外汇交易的风险 也是很高的 有意思时间越长 然后风险就越大 远期外汇交易的两种模式 一种是固定交割日的远期外汇交易 所谓的固定交割日 是交易的交割日期是确定的 交易双方 必须在约定的交割日 办理外汇的买实际交割 此交割日不能提前 也不能退后 固定下来 就这一天 不能早 也不能晚 还有一种选择交割日的远期会交易 就是只在做远期会交易时 不规定具体的交割日期 只规定一个交割的期限范围 只规定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一个期限 在不超过这个范围内 都可以完成交割 所以选择交割日的远期会交易模式 它就更灵活一点 而固定交割日的远期外汇交易 它相对来说更标准一点 更确定一点 那么接下来是关于远期会交易的报价 这个我们田园也提到过 远期汇率的报价方法 一个是完整汇率报价法 完整汇率报价法 又称为直接报价法 银行按照期限的不同 直接报出某种货币的远期外汇交易的买入价和卖出价 注意的是 就是期限 不同的期限下的买入价和卖出价 同时报出 咱们前面举个例子了 集期汇率美元和人民币是多少 七天的是多少 十四天的多少 一个月的是多少 然后直接报出来 这种报价方式一目了然 通常用银行对顾客的远期汇率报价 所以这种比较好理解 还有一种就调期率报价法 调期率报价法也称为远期汇水 是指某一时点远期汇率与集期汇率的汇率差 通常表现为生水和贴水 生水就指的是 这里的生水贴水一般指的是外汇 生水就是生值 贴水就是贬值 评价指的是远期汇率和集期汇率是相等的 所以这里面的生水和贴水都是相对于集期汇率而讲的 所以说呢 就是这里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叫做一个东西 咱们看一下 在直接标价方向远期汇率的计算 远期汇率等于集期汇率加生水 等于集期汇率减贴水 举个例子 比如纽约会市场里面 英镑对美元 集期汇率是一英镑对1.5060 1.5080 一个买入价一个卖出价 在纽约会市场里面的话 英镑就是外汇 说是美元的话 1.5060就是外汇银行的买入价 对吧 然后1.5080就是英镑的卖出价 下面这个三个月的升水 2030 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三个月升水嘛 升水是谁升啊 谁升水啊 是英镑升水 也就是英镑升值 英镑升值多少 升值2030 说后面的美元应该是变大了 对吧 就是加上 加上就变成1.50 1.5080 1.5110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加 如果第二个呢 就是说 有三个月贴水 4030 贴水一定是这样表示的 304030 那就是英镑变便宜了 英镑免值了 英镑变便宜的话 美元应该兑换的少了 兑换美元兑换的少了 所以应该减 说5060 减40 5080 减30 就变成了5020和5050 说出来这样的话呢 是直接标价法 它的话呢 是升水加贴水减 对吧 那么 在间接标价法下呢 正好是相反 为什么相反 因为 你间接标价法下呢 就是 成了什么了 成了后边是外汇 前面是本币了 但是升水和贴水 还是相对什么来讲的 还是针对外汇来讲的 对吧 这点的升水和贴水 都指的是外汇 说这样的话呢 伦敦外汇市场 1英镑 兑换美元 在伦敦嘛 伦敦的话 美元是外汇 英镑是本币 三个月升水 三十二十 谁升水呀 是美元升水 因为美元是外汇 美元升水的话 英镑兑换的美元 应该兑换的少了 对不对 说说应该是 把这个5060和5080 干嘛呀 这个相跟它减去 对吧 贴水呢 贴水的话是美元贴水 美元贴水的话 美元贬值了 应该一单位的英镑 兑换的美元更多了 说3040应该加上 说这样的话 我们总体得到一个计算的结论的话 就是在对远期汇率 如果是用点数爆出的话 就是前小后大 它是加 前大后小 它是减 就是这个地方 前小后大加 前大后小减 也说在集期汇率上 加一个点数 和集期汇率减一个点数 那么对基轮货币来讲的话 是升水 对标价货币来讲 是贴水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很好理解 就是你把握住这个升水和贴水 就是说升水和贴水的话 都是指的是这个升值和贬值 一般情况下的升水和贴水的对象 指的是外汇升水 外汇贴水 就是外汇升值 外汇贴值 那么看一下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 某瑞士银行 爆出的欧元汇率价格是 集期汇率 以美元 兑换欧元 1.0220 1.0250 对吧 三个月 3040 3020 三个月 3040 所以第一个呢 是前大后小 我们应该 前大后小 我们第一个的话 前大后小的话 我们应该什么 我们应该进行一个 前大后小应该进行一个减 对吧 前大后小减 第二个的话 前小后大就直接这样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就不用去关注 到底是谁升水了 还是谁贴水了 当然对于瑞士银行来说的话 它爆的肯定是什么 应该说是美元的 美元的升水或者贴水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不用过多的去关注 那么直接就是按照这个规则 前大后小 前大后小加 前小后大 前小后大加 前大后小减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前小后大 加 前大后小减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接下来看一下远期汇率的决定 根据利率评价理论 一种货币相对于另外一种货币 升水还是贴水 升贴水的幅度如何 是由两种货币的利率决定的 这个我们在上一章里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两个国家的远期汇率 相对于集期汇率的变化幅度 约等于两种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 那么远期汇率的计算 外汇银行所报的远期汇率 升贴水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升贴水数等于一个集期汇率 乘以两种货币的利率差 乘上个天数比360 这里面就是很好理解 我们说在集期汇率的基础上 这个升贴水的话 就是升贴水数 就是升贴水的比率来自于两种货币的利率差 那么这个利率差的话是一年 对吧 一年应该升贴水多少 然后除以360 只要是个天 那么是多少呢 是7天的 那就乘以7 是15天的 那种乘以15 对吧 那么比如说 举个例子说 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是 集期利率是6% 另外一个国家是4% 那个国家是6% 这样的话呢 对于A货币 B货币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将来的B货币会贬值 B货币会贴水 贴水多少啊 就是一年的话呢 是约贴水6% 减减4% 约贴水2% 对吧 这个贴水的这个2% 然后干嘛呀 贴水的这个2% 是一年的 那么放在一天 除以360 然后干嘛 乘一个什么 乘一个天数 几天啊 对了7天 那就只好成7天了 就是说 那叫一段时间的 生铁水的 这个比率的计算 当然你这个点数呢 点数的话 在乘号 这个这个集期汇率 就乘了 你后面是一个 后面是一个百分比嘛 后面是个百分比 前面就好理解了 第四 我们看一下远期汇率的套算 当客户需要知道远期 套算汇率时呢 去先分别计算 两种货币的远期汇率 再按照集期汇率 套算的方法 计算远期套算汇率 这个就是所谓的交叉汇率 就是比如说直到美元和英镑 直到美元和欧元 那就可以算出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英镑和欧元的远期汇率来 是这么一个逻辑 第三个呢 我看一下远期外汇交易的操作 远期外汇交易呢 同机器外汇交易一样 也包括了先寻价 再报价 再成交 再确认这四个步骤 第四个呢 看一下远期外汇交易的应用 远期外汇交易呢 一方面是利用远期外汇交易 规避外汇风险 规避外汇风险的话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中国的进口商 一个中国的进口商呢 它这个出口商吧 以中国出口商为例吧 一个中国的出口商 出口到美国区域的一批货物 三个月以后呢 才会收到五百万美元 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中国的进口商来讲的话呢 它面临的三个月以后 五百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 这个汇率风险 对吧 当然它一方面呢 如果三个月以后 人民币贬值了 它的五百万美元呢 能兑换更多人民币 如果三个月以后 人民币要升值了 那么它这个兑换成人民币就少了 对吧 对企业来讲的话 它就面临一个汇率风险 这样的话呢 这个企业不想去承担 这个汇率风险的话呢 它就可以给什么 给银行签订一个 远期货会协议 就是说我这个 现在给外商签订了一个 贸易的一个出口合同 同时我给银行签订一个 三个月以后 我卖给银行 五百万美元的 那么一个远期货会合同 把这个三个月以后 将要兑换美元 这个汇率呢 给定下来 定下来 把数量给定下来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对对它来讲的话呢 就是三个月后就不用担心 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 多少问题了 人民币贬值 对它没有影响了 人民币升值 对它也没有影响 因为这个汇率已经定下来 对吧 同样对出口商来讲的话 对进口商来讲的话 也面临这个问题 那进口商的话 你比如说六个月以后 需要进口一批货物 需要支付五百万美元 对吧 它也需要面临的一个 六个月以后 用人民币买美元的问题 如果是美元升值了 它得付出更多的人民币 才能买到这个美元 如果美元贬值了 当然它好 它可以付出更少的人民币 但是对它来讲的话 这是一种赌 它不能够很好地去决定 将来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 为此的话呢 它也可以和银行坐下来 签定一个六个月以后 按一个约定价格 买进银行五百万美元的 这么一个远期汇率合同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数量和价格给定下来 这个企业就不用担心 六个月以后 它的五百万美元 到底能够花多少人民币买 它不用考虑这个事情了 它就规避外汇风险 另外的话 也可以进行外汇投机 就是你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银行现在 报出的远期外汇价格 一美元 三个月后 一美元是兑换 六点八零七零 你觉得这个未来 干嘛呀 你觉得未来的这个 美元会升值 那么你就认为这个价格干嘛了 认为这个价格定低了 那你就可以就是 或者约定好干嘛呀 按照六点八零七零 干嘛 买进美元 这样的话 到时候美元升值了 你就 你从银行里面 按照一个确定的价格 六点八零 六点 六点八零七零 按照一个约定价格 买进美元 对吧 六个月以后 干嘛呀 这个到时候 再按照更高的价格 把市场 把你从银行买的美元 再集齐买出 这就进行外汇投机 也就是说 利用你对它的判断 另外的话 也可以利用远期外汇 平衡外汇图寸 平衡外汇图寸的话呢 利用指的是 就是指的是外汇银行 或者外汇交易机构 它可能是存在什么呢 存在这个将来它需要支付 将来它需要支付更多的美元 这样的话呢 对它来讲的话是一个美元的空投 对吧 它现在呢 就可以签出一个美元的多头的 买入美元的这么一个远距外汇协议 对吧 平衡外汇投寸 所谓的平衡外汇投寸呢 就不让自己去承担外汇风险 就是不让自己持有更多的外汇 让自己处于一个买入 就是说支出和收入相对一个平衡的位置 第五个呢 是看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调期外汇交易 调期外汇交易的含义 调期外汇交易呢 它也是一个远期外汇交易的一个延伸 调期外汇交易呢 是指外汇交易者 在买进或卖出一定的交割期限 和数目的慕容货币的同时 注意 我们先说买进吧 先说买进 在买进一定交割期限和数量的慕容货币的同时 干嘛 卖出 注意 它俩是对应的 我标下号 就是先买进再卖出 或者是先卖出的同时 在干嘛 再买进 一定是 就是相反的 相反的话呢 意思是做一个对冲 这个对冲的话呢 如果是刚开始买的 那么要做一个卖 刚开始卖的 要做一个买 要注意个什么问题呢 它俩的数额 数额是一样的 货币是一样的 但是什么呢 期限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 最大的区别 就是交割期限的不同 这里所谓的调期的意思 调期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错开期限 就是这个期限的不同 对吧 调期外交易实际上是有 两笔外汇交易组成 两笔外汇 两笔交易买卖方向是 买卖方向是相反的 交割期限是不同的 而交易的币种和金额 是完全相同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家企业 大家注意听 一家企业 你这个三个月以后 他会收到 他三个月以后呢 他会收到五百万美元 但是六个月以后呢 他又支付五百万美元 对他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先干嘛 他先可以和银行 签订一个三个月以后 卖出美元的一个远期汇率 同时与银行签订一个什么 六个月以后买进美元的 这个远期协议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第一 这两个远期交易 他们的数额是一样的 都是五百万 币种是一样的 都是美元 他们的买卖方向是相反的 先买后卖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期限是错开的 一个是三个月 一个是六个月 这两笔合在一块 就是一个调窃回交易 所以调窃回交易的话呢 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 从根本上讲的话 它并不是一种新的交易模式 只是是原有的 极其外汇交易 和远期外汇交易的一个组合 有可能是极其对远期 远期对即期 或者远期对远期 这么一种模式 组合起来的 只不过它俩干嘛 这个期限是错开的 这就是说 期限错开的方向是相反的 这就是所谓的调窃回交易 调窃外汇交易的总类呢 分为极其对远期 极其对即期 还有远期对远期 这是这三种模式 所以说调窃回交易 它的交易的操作呢 也包括了寻价 报价 成交 就确认这四个步骤 调窃回交易的应用呢 也是主要用的 进行一个风险管理和保值 或者呢 同时这个货币的转换 就是有一种货币 能转换成另外一个货币 另外呢进行投机 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是 它总之来讲的话 在考试过程中 主要是考 它是用来进行一个 对冲的一个风险管理 也就是进行一个淘气保值 调窃回交易的应用的话呢 就像进行保值 进行货币转换 进行投机获利 这个的话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 CT里面呢 我们再进行看一下 哈